民進黨太超過了 當然是賴清德太過分了 民進黨官逼民反 就是因為你太過分了 所以激起在野大團結 因為你太超過了 所以基隆市民都非常的反感 基隆市民事實上是受不了了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麼高的一個投票率 這樣子的一個罷免案 能夠投出超過4成5的投票率 那就表示大家受不了你們 無理取鬧 所以必須給這些罷良團體 乃至於在後面操作的民進黨一個教訓 我們要繼續看到呢當然好 謝果良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呢這個現在呢是顧良成功 保住了基隆市長的位置 那今天一早呢謝果良準時到基隆市府上班 對於罷免案他再次的感謝 投出不同意跟同意票的基隆市民 同時也承諾在明天會親自打電話 給罷免案的領先人戴景安 兩個人要來討論如何讓基隆的市政更好 大家都知道不同意罷免票在基隆從未投過 事實上很多市民對於這個票 在投票日前的過去一兩個月也是一知半解 所以我們感謝每一張不同意罷免票 所投出來對於我們市政府施政的一個肯定跟支持 對於將近七萬的罷免同意票 我想我們非常的認真而且謙卑的看待 我們感謝這些市民朋友在這一次的選舉 有站出來做了積極的表態 而這些表態未來也一定會在我們的市政工作中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實時警惕提醒 的一個最重要的民意的展現 今天禮拜一我希望能夠在禮拜二下班前 我會先給戴先生打個電話 看不知道他方不方便或傳個訊息 那等戴先生回國後 我有看到媒體的報導 我想我會親自地去拜訪戴先生 那我想先就未來如何去做深入討論的一個形式跟方法 帶我幾位幕僚深入的跟戴錦安先生的以及他所認可的團體跟代表 我們好好的先以不公開私底下的方式 先坐下來談一下形式的一個方法 我們尊重這個罷免公民團體給我們的一些指證 我們市政府是非常有誠意 而且會非常努力的來跟各界來溝通 然後以各界給我們的這些意見做為一個參考的依據 在於2025年以及2026年的一個施政 來做一個重要的施政的一個參考 我們繼續要看到呢 就是這個罷良案並沒有通過嘛 前立委鄭立文說 這是狠狠在民進黨臉上打了一巴掌 這一次林又昌傷得更重 罷免這樣子的一個投票率都很低 第二個在這罷免的過程裡頭 尤其是後期又遇到了柯文哲的大案 所以整個的新聞焦點 根本不在基隆市的罷免案上面 然後再加上上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來的這個颱風襲擊 所以在罷良的整個的後期 所有的新聞焦點都不在罷良上面 其實在這樣一個狀況底下 居然有五成耶 超過四成五其實就已經不錯了 結果今天的投票率居然高達五成 然後呢支持謝國良的不同意票 居然超過了八萬五千票耶 罷良只得到了不到七萬票 差五票七萬票 所以這一次幾乎是碾壓式的 那麼就表示說 基隆市民非常的不堪其擾 而且是非常的憤怒 你今天政黨輪替非常正常的 所以謝國良接任了市長之後 他還要交頭爛額的去幫林佑昌收爛攤子 事實證明剛剛也講啦 這不通通都是證明了林佑昌的市府 無能又貪腐嗎 結果他居然還能夠拿這個理由來罷免謝國良 然後當這個理由走不下去的時候 你看到後面霸良團體簡直是荒腔走板 每天潑髒水 每天雞蛋你挑骨頭唯恐天下不亂 所以才會引起基隆市民很大的反感 霸良失敗 這個結果呢代表說 基隆市民是真的受不了了拆糧團體啊 還有民進黨的無理取鬧 選舉的關鍵 藍營大咖都來了 連高金素媒也都來了 更不要講民眾黨其實也是全力的力挺謝國良 所以在基隆這一次真的是在野大團結啊 那本來是很在地的一件事情嘛 對不對 那坦白講你也很少看到高金素媒為了別人的選舉 這樣子的一個投票 而且還是個罷免 又不是一個正常的選舉 那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就當然是民進黨太超過了 當然是賴清德太過分了 所以是民進黨官逼民反 就是因為你太過分了 所以激起在野大團結 因為你太超過了 所以基隆市民都非常的反感 我覺得這一次 謝國良在反罷免的這整個的活動的節奏 其實都一直掌握得很好 然後這一次的反罷良的行動 我認為整體來講的戰略 都處理得非常的好 謝國良乃至於整個的市府團隊 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頭 不但不被罷良團體激怒 而且更加努力加倍努力的做好市政 全台灣的不只是藍營的大咖中咖小咖 通通全部通通動起來的幫忙掃街 幫忙敗票幫忙這個街頭的演講 也展現出這樣一個非正規的選舉 居然可以把藍營的群眾全部召喚出來 你就知道心裡頭有多火了 你就知道名氣可用 你就知道基隆市民事實上是受不了了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麼高的一個投票率 這樣子的一個罷免案 能夠投出超過4成5的投票率 那就表示大家受不了你們無理取鬧 所以必須給這些罷良團體 乃至於在後面操作的民進黨一個教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護護您 護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Kid 濫光清爽高防曬凝露